那么NN前面我们刚刚也提过 它表示是NOTAL NUMBER 对不对 不是一个数字 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NN呢 我们刚刚也见过 0除以0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NN这种出现呀 那么除了0除以0的时候 会有NN出现之外呢 还有很多期后呢 也会出现NN 比如说 我们读取本定文件里面的一个内容 如果它为float类型的时候 如果有缺失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NN 你解吗 如果数据有缺失 它会出现NN 特别是我们在后边的时候 Panus来读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发现 某件数据文明是有 每一行数据呢 应该是有三条三个值的 但除了有一行呢 那只有两个值 那那个地方 我们NUNPi 或者我们Panus 到底给它放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给它放一个NN 比如它不是一个数字 那或者说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0除以0的时候会出现 还有呢 其他的不合适的计算的时候 也会出现 比如说一个无穷大 减去一个无穷大 无穷大前去无穷大 不穷小前去无穷小的 肯定也会有一个NN 因为它道理 它不清楚 到底前一个无穷大 比后一个无穷大 是要大 还是要小 是要大多少 还是要小多少 所以它不知道 这个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它也会出现一个NN 这样的结果 能理解吧 那么这是关于NN这个地方 那么出现NN之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NF 刚刚我们也讲了 Infinity NF呢 表示的是正不穷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负NNF 负NNNF呢 表示的是负不穷 对不对 然后理解 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NNF呢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就是一个值了 出于0的时候 就会出现NNF 那么PyC里面 直接会报错 对吧 那么PyC里面 就是要么是一个正的 要么就是一个负的 负不穷 或者正不穷 然后呢 它和我们这样一个 Infinity 这是 丰田的高端 对不对 这是奇瑞吗 就是Infinity 大家知道那个日产 本田 丰田 他们三个的车的高端 都是什么品牌吗 日产 日产高端是什么呀 日产高端 刚刚说错了 日产高端好像是Infinity 本田 丰田的高端是 Nexas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丰田的高端 叫欧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不常见 就是 对 跟之前那个长城 那个标很像 一个 一个 一个监窟 往上的一个监窟 很像 跟长安车标很像 长安车标很像 那长安现在 长安 长安现在 也不错 对吧 他称调也挺好 就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NF呢 这个呢 相对于NAN来说的话呢 现在还是比较小的 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现在来终点看一下 NAN这样的内心 NAN这种内心呢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它是一个浮点内心 刚刚我们看到过 对不对 当我们往 当我们往一个 整形里面上复制的时候呢 它报错 所以说我们知道 NAN呢 是一个浮点内心 所以我们通过Type 也是可以看见的 那么NNF呢 也是一个浮点内心 我们通过NP.INNF 或者NP.NAN 都是可以来做这个操作的 那么NAN呢 它是有一些特殊的属性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特殊的属性都有什么 首先 两个NAN是不相等的 NP.NAN 等等于NP点 NAN 我们来看一下 很奇怪 两个居然不一不相等 对不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或者去理解一下 为什么两个NAN 它不相等的 还有三个一号 有三个一号就操作吗 没有三个一号吧 大家可以想象 NP.NN 它表示不是一个数字 那不是一个数字 它可能是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叫做A 那么另外一个NP.NN 它也不是一个数字 它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B 对不对 那么A和B 它有可能相等吗 有可能 但是呢 也有可能不相等 对不对 有一个它指的是一个人 有一个它指的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那么这样肯定是不相等的 所以没办法相等 对吧 因为NAN 它表示是不是一个数字 它并没有说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不是一个数字 那么不是一个数字的一个东西 和另外一个 不是一个数字的一个东西 肯定是不相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确定 它到底是什么嘛 不能确定 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肯定就是不相等的 对不对 这个特性呢 特别特殊 那么关于这个特殊的特性呢 我们有些特殊的用途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刚刚看到了 NP.NAN 不等于NP.NAN 这个结果了 可能说出了 对吧 那么利用以上特性 我们可以来判断 数字中NAN的个数 那么首先呢 判断个数呢 有一个方法 叫做CounterZero 这个方法 CounterNonZero 这个方法 NP.CounterNonZero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呢 我们刚才知道 T2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 T2 我们把它的第一列 第一列 就是0这一列 对不对 让它等于 让它等于一个0 做下这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T2 什么第一列 相当于 什么是0的呀 那么我们 NP.Counter Counter NonZero 然后我们把T2放进去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 为什么是20 因为我0的地方呢 只有这下4个 那么剩下是什么呀 4乘以5 对不对 是不是刚刚就20呀 是不是就是20呀 它土地出来的 这个数族里面 不为0的 指的个数 看见了吗 不为0的 指的个数 从右边开始 这一块 是不是都是不为0的呀 它刚好是 四行五列 对不对 四行五列 就是20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做 另外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呢 我们 NP.Counter NonZero 然后呢 72 不对于72 T2 什么情况下 会不等于72呢 是不是只有这 不等于72啊 其他情况下 T2都会等于72 所以T2不等于72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T2不等于72 是不是只有 这一个位置 会处 其他地方都是force呀 只有这一个地方 会处 其他地方都是force 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 处是1 对不对 force是0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里 CounterNonZero的时候 就统计的是非理 统计的就是1 对不对 是不是呀 能理解吗 CounterNonZero 统计的是非理的个数 统计所的非理的个数 就是统计的是1的个数 那1的个数 就是T2不等于72的个数 就是这个地方 为处的个数 对不对 所以在刚好 能够统计出来 当前这样一个数组里面 到底有哪些结果 哪些指南是man的 这种词 能理解吗 那么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np.easeman 它能够判断当前这个指南 是否为man的 那np.ease man 我们把T2放进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不是和 刚刚我们说起的T2 不等于T2结果是一样的呀 是不是和它是一样的呀 看一下它 为什么呢 因为easeman 就是来判断这个T2里面 到底哪些指是man的 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方 指是man的呀 只有这个地方是处 所以底下的地方都是force 所以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使用np.easeman 然后呢 np.easeman 然后把T2传进去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结果呀 也是一个E对不对 通过这种方式呢 这种方式呢 我们都可以来统计 当派里面man的个数 那么问题又来了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统计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的关心man呢 我们等一下来讲 那么现在呢 除了那些需要做到的是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做这个事情 利用的是什么呢 前面这个呢 利用的是 我们np.nn里面 np.nn 不等于np.nn 这个属性 对不对 这个特性 那么后面这个呢 我们用的是 np.easeman 这种方法 来统计T里面 或者T2里面呢 为nan的值 哪些地方 它到底是nan 哪些地方不为nan 对不对 那么 关于nan呢 有下面这样几点 需要注意的 是首先第一点就是 nan和任何值进行计算 结果都为nan 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找到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np.sum 这个sum 用来求和的 用来做统计的理解吧 那我们把T2放进去 我们看一下 nan 我们算一下 我们写个T3 等于np.orange orange 比如说12 resieve 34 我们T3这个样子 对吧 T3这个样子 对吧 np.sum 把T3传进去 这个66 把它给算出来了 那么其实呢 在里面呢 还可以传一个参数 叫做axis 而且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轴的意思 就是我们要计算 哪个方向上的 这样一个和 比如说写0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要计算 行上的和 那行上的和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0加4加8 1加5加9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它是有 这样一个意味数组 这样一个意味数组呢 它的值呢 就是 哪一行对逆的位置 相加的一个结果 哪一行对逆的位置 相加的结果 那么这里写1呢 毫无疑问 就是023加9的结果 4567加9的结果 对不对 就是62238 分别对应的是 第一行的结果 第二行的结果 以及第三行的结果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轴的概念了没有 在这个礼拜 有些绕 0的时候表示计算 行上的结果 得到结果呢 和行 它的形状是一样的 得到结果和行的形状是一样的 当axis对应的时候 那么axis对应1的时候呢 计算是列上的结果 得到结果呢 和列的形状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是三列 所以得到结果是三 对吧 那么我们刚刚那个T2 其实也是可以做出操作的 我们把T2放进去 我们下车写0 T2 来看一下 中间这个地方是NN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NN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NN和任何值进行计算 都是NN 我们要求和 就是相加 对不对 相加3加3加15加NN 就是NN 所以这个地方是NN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发现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使用SUM这个方法的时候 没有给它指定这样一个轴的时候呢 它统计的是整个数组所有的核 是不是 统计的是整个数组所有的核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直接使用NNN 如果它结果是NNN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数组里面有NNN 只不过的 我们不知道它有多少个NNN而已 反正它是有的 对不对 它有可能有一个 有十个 把它看成全是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理解吗 那么关于NN呢 有下面这样几个注意点 在一个数组中 单纯的 把NNN进行替换成0 这样合适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刚的我们是不是 发现数组里面有NNN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做这种 复制的这种操作呀 我们刚刚也知道 为什么要做这种复制呢 因为如果我们不复制的话呢 我们这里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永远都是NN 比如说我们要算亚核 包括求平均值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可以想办法 都要进行一次复制 复制为0 然后它就变成0 后续再进行这个求和的操作 或者计算平均值的时候呢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并不能够直接把它复为值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它复制为0 那时候呢 会得到一些影响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说就拿T2来说 这里面值呢 都是正数 或者大于对0的数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平均值 肯定是一个大0的平均值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强行的 把这个地方复制为0 那么这一面 当前这一面的平均值 会怎么样呀 会减小 对不对 正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不计算 和能源的时候 3加3加15除以3 这是一定的平均值 但我们把N2 替换成0之后 应该除以4了 平均值是不是变小了呀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想到 在这里呢 直接去把它复制为0的时候呢 可能是有些影响的 在它全会正数的时候呢 它变小 在全会复制的时候呢 值变大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能把它 全部替换成0 那所以说 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 缺失的那个地方的值呢 替换成它的均值 或者中值 理解吗 替换成均值 那替换成均值 该怎么替换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计算 美银币的这样一个平均值 就是计算 航上那个平均值 我们相当于现在要做操作是 我们可以算它 就是0 算它除以4 算它除以4 但到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不能够这样 直接做了 对不对 我们得把里面的 不为NN的值拿出来 值 我们要把里面 不为NN的值拿出来 把它算拿出来 然后呢 统计下来个数 随下和 然后呢 和除以个数 就是这个列的平均值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麻烦呀 确实有点麻烦 那还有呢 我们如果想要把这一列 缺失的这个值 替换成 替换成我们的均值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重新的给这一列里面 为NN的那个地方 替换成什么样 它的均值 那这个操作呢 我们可能需要算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这个事情 那除了这种操作之外呢 替换成中值也是可以的 那中值是什么呢 从把一列数字 从大到小进行排率 如果它是奇数的话 那刚好就是正中间那个数 就是它的中值 如果它是偶数的话呢 就中间两个数的平均数 就是这个中值 你解吗 就是正中间那个值 我们也把它叫做中位数 就是把新年的值 按照从大往小的方向进行排率 排序 然后正中间那个位置的值 就是它的中值 那么还有一种操作是什么呢 直接删除有缺失值的那一行 因为为什么删除那一行呢 因为一行表示是一条数据 刚刚我听不出来 一行表示这条数据 这条数据中间有一个缺失值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上了 对吧 这种操作是非常简单 粗暴 直接的 那只不过呢 有个不好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什么地方不好呢 就是可能当前这个地方 确实 那么它可能计算会有些困难 但是呢 其他地方数据都是完整的 发现没 其他地方数据都是完整的 所以说都是完整的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有 我们可以尽可能把它利用起来 所以直接强行的把它给删掉 可能并不是一种特别完美的选择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按照前面的操作 去把它替换成均值 理解吧 把它替换成均值 那么问题又来了 如何计算一面数的中 中值或者说均值 那么在这里呢 就有这样一些常见的 numpide里面统计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 7.sum 我们刚刚使用的np.sum 对不对 我们刚刚用的是np.sum np.sum 那么其实对于7.2本人来说 7.2也可以有sum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7.2 7.sum 也是一样的 可以指代指一个轴 对于0 结果刚刚一样 刚刚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还有什么呢 7.2.min min是什么意思呀 均值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7.2.min 就算是他们的一个均值 就这个样子 那么也是一样的 可以直接给它指定一个轴 计算 每面的均值 给它写个0就可以了 这里也是0 对不对 那么还有7 那么还有一个median这个方法 median这个方法呢 是numpide起用的 m1 gian 把7.2传进去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不给它指定 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一个nn 对不对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轴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就是它的一个中指 对不对 这里报了一个warning 为什么报了一个warning呢 毫无疑问肯定可以猜到 可能是nn这个位置呢 报了一个warning 对不对 它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nn到底是多少呢 对不对 那我取这一例的时候 nn到底是多少呢 它不知道 不知道的时候呢 就没办法算出 当前这里的这个中指 对不对 可以理解吗 因为它不清楚 它到底是比15大 而比15小 倒是比3大 而比3小 它不清楚 到底把nn 放在哪个位置 去聚弹这个均值 所以它算不出来 算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它这里就是nn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最大值最小值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呢 我们72.max 也是一样的 可以指一个轴 那否则的话呢 就算是整个 我们当里面 最大值最小值 那么me 也是一样 非常简单 这个样子 那么除了之外呢 还有一个极值 极值是什么意思呢 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 这个可以理解吧 这是极值 那么这个极值 这个方法呢 是np提供的 叫pdp 然后呢 我们把它t2传进去 然后呢 我们直接这样写的时候呢 它是算的是 整个数组里面的 当然也是一样 可以指定一个轴 指定0上了 就算的是 按列方向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 这样一个差 就这个样子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标准差 标准差是什么意思呢 是展示一组数据 平均值的分散程度的 距离是平均值的分散程度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计算公式是怎么计算的 在这里的一个公式 n分之一 这个n呢 表示是正对数据的一个个数 那么这个符号呢 表示求和的符号 那么求和是什么 怎么求呢 后面对后面这样一个东西求和 i呢 先等于0 然后呢 再等于n 然后把它加在一起 就相当于我们写的一个 风韵循环在这里 i等于0 就是x1减去mur mur是均值的意思 整个文档的均值 原均值之后呢 平方 然后再加上x1减去均值的平方 再加上x2减去均值的平方 你解吗 就是每一个值减去均值的平方 然后加加在一起 然后除以n开根号 就是算的是这样一个标准差 这个标准差 其实呢 是一堆数据呢 距离平均值的一个分散程度 如果一个数据的标准差比较大 那么代表着这个数据 它距离平均值 比较差比较大 对不对 不稳定 如果说一个数据的 比较标准差比较小 那说明什么呢 它距离这个平均值呢 距离它比较近 那说明数据比较聚集 聚集到一起 聚集的比较冷 对不对 如果标准差比较大 说明数据呢 比较分散 那么它能够反映什么呢 反映出数据的波动 或者稳定情况 那么越大了 这个标准差越大了 表示这个数据的变化越大 差异越大 或者波动越大 那么越不稳定 你解吧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差计算的时候 就这样计算了吧 用的是当前这个值 减去这个均值之后的一个平方 对不对 就是和均值 这里的相当于是 可以理解有一个距离吧 平均的一个距离 对不对 出来个n分之一吧 每一个值均离均的一个平均距离 对吧 开根号了 做一个做这样的操作 所以说呢 如果说这个值 每个值都距离均值比较近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值肯定较小的 如果每个值的距离均值比较远 那这个差距比较大 所以标准差就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么这里就是计算的是 数据的一个稳定情况 波动情况 或者变化情况 标准差越大 表示这个数据的波动越大 变化越大 数据越分散 如果标准差越小 表示数据越部分散 越聚浓 然后呢 数据越稳定 对不对 然后这些所有的方法里面呢 都是的 我们往往都需要给它指了一个轴 表示让它在航上 或者在列上进行计算 那么否则的话呢 它是会统计出 整个文档的这个结果 但是很多时候呢 统计整个文档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是不想让它进行这个操作 对不对 我们只想让它进行在航上 或者在列上这个操作 那么这是关于NumpPi里面 常见的这些统计函数 那么下一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来做个事情 就干什么了 我们刚刚也已经知道了 NumpPi里面这些统计函数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通过代码来去实现 把具体的任何一个 这样的一个数值里面 NumpPi的ndarray这样一个数组 里面的na的指导 替换成均值 做这样的操作 那么下节课的时候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大家下个休息视频中